今天是推比瓦迪1211 選擇原因是偵測鼓勵並提供補貼 加上芯片供應、改善、緩解憂慮 新能源車的前景亮麗 比瓦迪多款新車型相繼上市 預期可以推動銷售、提高一線 今年是比瓦迪新能源汽車的黃金發展期 基於DMI、超級、運動、平台打造的 TronPlus、ZonePlus及TonPlus等車型相繼上市 訂單旺盛有望進一步替代燃油車的市場份額 成為中期銷量增長核心動力 管理層早前發指引 DMI車型未交付訂單將會超過10萬部 策略上有貨的人可以計...